我之前也是有一次有因子 就是我去逛美容展的時候 因為你知道大家去逛展 就會挑最後一天想說去挑好貨 對 然後我就那天就逛逛逛 然後就美容展很多那種儀器 我想說 我就買一個那種按摩導入的好了 就像這種的儀器 對 就是女生 想說買一台保養 要保養皮膚什麼的 然後就在那邊看看 然後她就一直說 這台真的不錯 對對對 妳是那個店 又被認出來 說妳是那個店就這樣子 小寇嗎 我說這個沒認錯 這個有說小優 我確認了她是說小優 我說好 那可以跟她買 她說妳要買這台 這台1800啦 這樣我想說1800還OK這樣子 她就說 可是妳不考慮一下另外一台嗎 這個是瘦小臉的 妳臉很大耶 蛤 我就一直說 我覺得我臉還好啊 然後她就說不行啊 妳在嘴邊露 妳知道要這樣推要推 要拉另外一台 就說妳要推要推 然後我就說沒關係 我買這個1800的就好了 然後她就這樣 蛤 她就一直要推銷 我說沒關係 就這一台 她就拿我的卡去刷了 這樣子 然後就等...等了好久 就終於回來了 然後她就說 那小姐妳簽名 那1000 怎麼是3800 她刷到3800去了 好險我眼睛力有看到 我說不好意思小姐妳這是3800 我那一台1800 她說 怎麼會這樣子 刷錯了 刷錯了 對 然後我就說 那沒關係妳現在趕快退刷 我等妳 她說不是小姐妳看那個 剛剛刷卡那個我等了20分鐘 因為她那刷卡的地方要排隊 然後那時候剛好那個展也快要結束 她就說 妳這樣子來不及來不及 要不然這樣子好了 剛剛妳那個瘦小臉 那一台3000多塊 我兩台我就罵妳3800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 可是我沒有要瘦小臉 她就說 妳要 沒有 我的意思是我採摩說 你採摩那個人的口感 對 我不是說妳必須要 我說她很難 她在採摩當下那個人的情境 我們還是順著這個情境 順著 我沒有說回到現實 對 然後她就一直說 真的啦 我跟你講 這台瘦小臉 那個誰啊 那個丫頭 那個詹子晴 那個朋友有買喔 然後我想說詹子晴 對 然後她就說 還有那個誰 楊晨熙也有買 因為她有可能有在看 我跟誰比較好這樣 我就心裡想 不可能 這兩個人臉都這麼小 他們都沒有買 我就直接說 妳騙人吧 他們沒買 她就還是說 有啦 真的有啦 然後 眼神還飄開 講半天她就是不給我退刷 她最後就一定 就把她 她就一直裝就說 這個給妳這樣 妳看我算妳便宜 我賺到了 妳賺到了 對 太可怕了 就直接 我那天就花了3千8 我覺得那個 壽小臉那一台 我用都沒用就送人了 我覺得我們真的 今天遇到所有 我們人都太好 都不會拒絕別人 對啊 人不懂得拒絕 要硬一點有時候 對 妳要捍衛自己的權益 對啊 也不要怕翻臉 對 我當下有一點小生氣的時候 但她就一直說 不要這樣 我很喜歡妳 就妳就 沒辦法 尤其是店員講好聽話的時候 就被話術了 對 因為我曾經也被店員講好聽話 然後就硬是買了一條牛仔褲 今天我帶給大家看 就是她就會講說 我跟妳說這條牛仔褲 妳絕對穿得下 可是她是給我S號的 可是我平常是穿N 我就說姐姐我真的穿不下這件牛仔褲 真的很好看 對 真的很好看 露腰 對 可是其實我是有點穿不下 我有一點緊你知道嗎 然後店員就是說 我跟妳說這件事 妳不能穿還有誰可以穿 妳就一直講好聽話 所以她說妳去試穿 就真的把我推進這件事 我就穿我就說 我覺得真的不行 然後妳知道她一進來 在那邊幫我剝露幹嘛 就硬是塞進這條牛仔褲裡面 可是就這件 我就一扣起來 妳知道我真的沒辦法呼吸 妳不敢說不要嗎 對 她就說 妳說妳看真的可以穿吧 妳看真的很漂亮 妳說真的只能硬著頭皮買了 真的 對 但是我穿這件 我就是不能呼吸到 我不能坐下 我到現在就是這件牛仔褲 都還沒有穿出門過 對 這是其實不便宜 這是有一個牌子的 就是其實不便宜 這個真的妳要有說不的勇氣 對啊 當然妳不要說我不要 這種太硬 有些男生有時候也會找我 說妳去試這條褲子 我說不行 因為我根本也穿不下 我絕對我穿不下 對 妳快一點嘛 妳們來 快一點 然後 她就一直叫我進去 試試看 試試看 她已經拿好朋友 我就直接跟她講說 其實 我沒有穿內褲 我之前是因為 我就有在網路上面 看到了一件衣服 就我很想要 然後因為剛好網路上面有特價 因為我到實體店面 所以我想說 那我就先去試穿看看 以確保就是買了之後 就不用再來退貨 那我到店面的時候 我就直接拿那個圖片給店員看 說我要這件衣服 因為通常會做出這個動作 代表妳就是想要買這個東西了 店員就很開心 馬上就拿給我 然後我試穿做一切都OK 那我就決定好 我要買了 當然我們就習慣性問說 請問現在這個多少錢這樣子 店員就說1200 我就說不對啊 可是你們官網 就現在有活動 是960 你們店裡面沒有打折嗎 店員就說 沒有 我們店裡面就是1200 沒有打折 而且態度非常非常兇 可是我就想說不對啊 因為網路上面 你明明第一個你免運 第二個你打折 那我到底為何要在你這邊買 那我就很客氣的說 那我再看看其他款式好了 他就開始說 這件真的很適合你 而且這最後一件 你看 就是你現在如果不買的話 你回去網路可能也賣完 你也買不到 你也不考慮去看看 那你就在他面前下單 我買好了 謝謝 我買好了 謝謝 我有玩意就這樣 好聰明 我剛剛就跟他說 我說這件衣服我是真的想買 可是因為你們官網 現在真的就有活動 不然你就是給我這個官網價 我現在就馬上可以跟你買 結果他腦上腦羞扯了 他就跟我說 我都跟你接受到這麼久了 而且只差200多塊而已 你如果這麼在乎這200多塊 你就不要出來買衣服 你就是這麼省 你幹嘛買衣服呢 而且這麼的小氣 我當下真的立馬就生氣 因為我朋友本來以為 我會賭氣跟他買 我就跟他講說 比價本來就是我的權益 我要買不買是我的事情 跟妳一點關係都沒有 你就是貴 我為什麼要先買貴的東西 我不是生氣病 妳是每天都想要找人吵架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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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家裡是不是要吵架完了 他先罵我小氣 他先罵我小氣 沒有 我怕他有這個嗜好 我沒有 後來我就沒有買 然後那個店員就很生氣 然後我就走了 你沒有 對啊 因為我覺得就差200多塊 你網路上免運 因為你官網跟你們是活動不同 不是你們要檢討 怎麼會是來檢討我 對 他可能差200塊業績 有可能 但是不行 可是碰到他這種 店員會怕 對 就是狂一波的那種 會距離立正的那種 我吃軟不吃硬 店員跟我來硬的沒有用 可是我覺得如果碰到 店員那種情緒 hold不住的 我也會覺得很恐怖 因為我有一次去逛一家小店 然後那一家店 它是整棟就是銷售 就是便宜 就是服務生就在旁邊 然後就幫我拿一個那個試衣欄 然後就會一路就跟著我說 就是這件也很適合你 不然你要不要試試看這件 還有這件 這顏色也很不錯 然後就一直這樣子 然後全部都塞到 我也沒有跟他講說我要不要試 他全部都給我放到我的那個 試衣欄裡 所以我那時候去試衣服的時候 就是超重 我想說我不是只有要試個四件而已嗎 然後我拿出來的時候 總共有十幾件這樣 對 但是後來我試完之後 我就還是跟他講說 沒關係那這七件我不要 我要這四件 然後我就要去結帳了 那在結帳的時候我們就在等 然後後來他就跟我說 小姐麻煩幫就是確認一下 是不是這幾件 就是這幾件是不是你的 我看了一下我就 瞄頭不對 我不是選四件嗎 我為什麼在桌上有七件 而且那七件就是我不要的 然後我就說 不對喔... 我不是要這七件 我是要那個 你後面那個台子上的那四件 這七件是我選不要的 他就說 可是我們已經減排了耶 減排了就是 你就是要買了 我就說 可是這不是我要的啊 這不是我的 你搞錯了 他就說 可是 可是我就是減排了 減排你就是要買啊 我就說 沒有... 我真的這不是我要的啊 是你們搞錯了 我就在跟他爭論 結果他就哭了 他就說 可是 那... 他就快哭了 然後我就整個這樣 傻眼 然後所有旁邊他的那個 就是同事就圍過來 我說 怎麼了... 怎麼了 你幹嘛... 就想說 好像我建議他 對 然後我就說 沒有 我沒有幹嘛 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他減錯了 這七件是我原本就說 我不要的 我朋友也可以作證 就是這七件不是我的 他就說 可是 因為已經減排了 他的意思就是說 就是你給他的 所以你就是要 把這七件買下來 我就很堅持說 我憤怒 我就是不買 然後所以我們就僵持在那邊 他們就說那好 那我們就找老闆過來 可是呢 因為那個時候是 就是大售 就是現場其實非常多人 然後很多人就開始 因為就開始就是塞車了 所以很多人就說 幹嘛就買嘛 就打折了是多少錢啊 市場費時間幹什麼啊 就一直開始有想說 露人的聲音 然後我就在那邊 已經忍得就是很受不了 然後前面那個店員 還在我前面一直哭 然後所有他的員工 還在安慰他 你不要哭了 你不要哭了這樣子 我就想說 我是做什麼壞事嗎 對 然後後來就是 老闆來了之後 他就跟我說 OK 那這個就是烏龍 那沒有關係 他會再做教育訓練 那這七件 我可以不用買沒關係 可是因為 當下我實在太氣了 所以我就把我原本要買的四件 跟那器件 我就全部買走 你幹嘛買走 因為我就是覺得 因為我今天不是花不起這個錢 沒錯 因為就是你們是搞錯了 然後你們的那個應變的那個 就是方法 態度也都不對 對啊 就是你一買走他們就 YA 成功了 你們都會洗澡 他們會洗澡 就是有你們這種人 就是有你們這種人 全都是員工 對 對 他們的員工訓練就是演哭戲 對 然後旁邊露人也是誰好的 他露人對不對 真的 我今天只有一個客人 好可怕 原來就是我 你被擊到了 對 真的 對 這被擊到 有時候被擊到真的會衝動消費